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ics Watson aka My Watson 今天要介紹我們是Kiko Kostadinov 來自保加利亞的Kiko Kostadinov 母親是建築裝修工 母親則從事保姆和清潔工作 小時候的他很常踢足球 他在倫敦的叔叔也會寄Umbra的衣服給他 這在當時是一件很風光的事 因為保加利亞並沒有這樣的文化和藝術風氣 16歲那年他和家人搬到倫敦 乖巧的他也會利用假日幫忙父親從事裝修工作 並賺點零用錢來買衣服 而當時的他就展現出對服裝的熱愛 那可以花4、5個小時在TK Max加逛並試穿衣服 此外他也表示 他無時無刻都在看服裝 不管是在火車上還是在用電腦 無論他身處何處都在看衣服 話雖如此 但其實Kiko一開始是學資訊的 不過他卻對那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不想要他的下半輩子都坐在電腦桌前 所以18歲那年他轉換跑道 改學他真正熱愛的東西 時尚 但他的求學之路卻走得不太順利 他一開始先在倫敦時尚學院就讀 後來發現不太合適 將改讀中央聖馬丁 就慘遭拒絕 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 他在設計師Iko Thurve和Aerosand Hill底下實習 並努力工作同時累積經驗和人脈 最後他終於順利入學 就讀時尚設計與行銷 但後來他想轉到男裝設計 卻又被拒絕了好幾次 不過這也更激勵他 讓他想要做出比任何男裝設計師都還要好的男裝 而在學期間 他擔任造型師Stefan Mann的助手 也因此得了和Stuicy合作的機會 2013年他會修Studio設計名為Displacement的系列 將Stuicy經典的衛衣和帽T重組 而也因為這次企劃促成了兩年後 也就是Stuicy35週年的再次合作 更先後在Machine A和Dover Street Market販售 他延續了前次的設計手法 並破壞得更加大膽 他表示他的概念是想找出一個能破壞經典Logo的方法 但事實證明 無論怎麼破壞與重組 Stuicy長久以來的品牌文化與精神 依然屹立不搖 而這種鹹少在街頭服飾上使用的結構手法 也賦予了品牌全新的生命 更讓Kiko得到許多關注 同時也讓他賺到足夠的錢支付高昂的學費 2016年他從中央聖馬丁畢業 並在英國時裝協會Nugen計畫的幫助下成立同名品牌 他也帶有實用主義的簡約工裝著稱 運用流暢的輪廓線條和精細的剪裁 完美的將工裝實裝化 而這樣的設計並不是來自於特定的靈感沒有似乎目標客群 而是自己和身邊的人 他用自身的文化背景來說故事 並藉由帶有寓意的創作 來讓他們為自己發聲 前面提到 他會幫忙父親做裝修工程 而當他們在做錄音室的隔音設備時 會把木架用隔音棉料包起來並用釘槍固定 所以他也把這樣的手法運用到服裝中 形成了獨特的渣染 另外跟大部分的人不同的是 多數人在讀書時都很抗拒制服 但因為他再不需要穿制服的保加利亞長大 所以他對此非常著迷 如果你有追蹤他IG的話就會發現 他時不時會上傳工人的照片 不過雖然以工裝聞名 但他卻很怕被貼上工裝設計師的標籤 所以他適合去了解他所不熟悉的事物 像340年代的美國女裝等等 而不是一直使用相同的元素創作 因為這樣久了就會變成一個了無心意的品牌 另外以實用主義著稱的他非常討厭裝飾 他認為沒有什麼比發現一條剪裁很好的褲子 但卻有著多餘的帶三扣子來得更糟了 不過他所謂的實用原則 並不是像Acronym之類的品牌一樣 著裝在強大的機能性上 而是以時尚為一切根基 付以日常所需的機能來點綴 除了個人品牌以外 他也擔任品牌Macintosh的支線 Macintosh 0001的創意總監 為百年老牌出入活力 另外不能不提的當然還有和ASICS的合作 每每推出造成轟動 既然講到鞋子 我也順便說一下他對老爹鞋的看法 他表示 時髦的人是不會穿老爹鞋的吧 我甚至不知道老爹鞋是什麼意思 這很奇怪 我爸也不穿這種鞋啊 對他來說 好的設計應該是能從中看到真實 並跟設計師本身有所連結 那想要透過時尚創造出 有著嚴謹公宣故事性的單品 並讓人們從中感受到什麼 他認為現在有太多設計師值在盲從 如果你不知道你想透過你的服裝表達什麼 那就沒有做出他的理由 呃話是這麼說 但其實在IG上沒有講這麼客氣 他曾PO出這樣的限時動態 來諷刺Nike抄襲他的設計 雖然可能會有人覺得 在官方這樣 diss別人會顯得有點小家子氣 但至少我們從中感受到 他是真的很用心設計和創作 才會有這個反應 他的設計真的跟自身背景有所連結 而不是順應趨勢 這樣的態度也能反映到我們穿搭上 對我來說他的好的穿搭應該是對自己真實 在吸收各種資訊後 消化思考並轉換為自己的形式呈現 而不是單純的盲從物膚式貼上 因為穿搭的物膩是透過服裝表達自己 但如果每個人都穿得差不多 那就沒有自己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想到這邊 有了的想法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是華臣我們再見 掰掰